今天我们介绍这个石蜡切片机 那么石蜡切片机除了这个石蜡切片机之外 我们还需要这一台的斩片机 那我们这里已经放好水然后打开了 还有这个是平时的烤片机 那么这两台仪器设置比较简单 我在这里不做介绍 那我们主要介绍这一台切片机 那么这一台是半自动的切片机 那我们旁边这一个是操控 那么这个操控的功能快回还快出 然后慢回还慢出 那么只要按上这些相应的按钮 那么我们这一个样品头就会进行伸缩 或者前进 那我们现在可以示范一下 看到它会往后退 那这个往后退的功能 它有自动回味的功能 那么一按住的话 它就会自动回味 我们现在暂停 再把它快进出来 那慢退 前 都是这个很难看到了 然后就是调节 调节 调节这里有一个叫lock 那么这个功能是让这个样品头在切片的时候 往回收缩 然后再前进 这样的话就不会在上来的时候 摩擦到我们的这个刀 或者是拉 这拉块 那么一般最好把这个lock给激活 然后另外这个是一个修片跟切片的一个切换 就是这两个功能 那我们现在按一下它就切换 然后调节自己按加或减就可以调节 那么这里是微米 那么这边调节 这边也会看到 那这个仪器就是 操作方面就是 电控方面就是这样 然后这台仪器呢 首先这个是夹腊块 那我们现在都是通用这种盒子 那么直接往上面一夹就OK了 那么这样夹盒卸下来 然后它后面这里是一个锁定 那么这个可以打开 然后打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它的这个角度 像这个是上下 然后这个是左右 那我们调节跟我们的刀水平 之后我们就可以锁定它 那另外就是这个调节刀的 这个是一个保护 这刀鞘的一个保护 然后我们先示范一下怎么样去 把这个刀给卸下来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 保护盖放上去 然后往外面一推 那么这个刀就出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拿下来 那装刀片的时候也是 同样的 是给它塞进去 是OK的 然后这是固定的 那么这种固定螺丝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 可以往外掰 然后旋动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 放在我们需要的位置上 那我们每次操作刀片和拉块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保护给 刀鞘保护这个 装置给放上来 然后另外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角度 那么这个角度是 通过这个螺丝来锁的 所以这个要另外拿板手来锁 那么这个角度我们一般控制在 在4.5到5之间吧 这个是中间是5 4.5到5之间 那么这个就一般固定 不要动它 然后另外我们要移动这个 刀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这个 然后我们就可以左右移动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切换不同的刀 那我们一般切片的话都是从一边 然后切到这一边 然后切到这一边 我从这边切回来也可以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放这边 放这边 那我们拉块在切片之前 我们要先冰冻一下 就是这边拍的 这个是 冰盒 我们先放冰盒上冰一下 这样的话的组织 拉的硬度会比较好 硬度比较高一点 这样的话切片的时候会成片性表 这样的话切片的时候会成片性表 那我们现在 冰好的这个 组织 我们就可以放上吧 然后这个是一个 这是台积器叫轮转切片机 所以这是有一个轮 手轮 那么转动的时候它就会 自动的往前进 那么这个是每转一圈的话 这是它的进片的厚度 那我们这个时候它因为离这个 切片的位置比较远 这个刀比较远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直接通过这个位置 把它掰开 然后直接往里面推一下 因为这个刀架装的比较靠外 因为这个刀架装的比较靠外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往里面推 这样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这样 不要太靠前 那我们在切片之前 我们会把组织先进行一个修块的一个 触 那我们现在这个组织上面会看到有一些 辣在上面 我们把这层先切掉 然后修出我们需要的一个平面 我们先卡上去 卡上去之后我们就调好 然后我们再调一个水平位 然后我们调到这个修片的状态 我们现在是20微米的修片状态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修块 那只要把我们像要切的位置全部看到就OK了 那我们是用联合包埋 就是这里面组织比较多 所以包埋的时候要求比较高 一定要把组织压得比较平 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同时可以切到 然后修好之后 一定要把这个手轮给锁起来 然后这个保护的上上去 然后再把拉筷卸下来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组织再拿去一楼 那等一下就可以切了 然后再修到一块 然后再把拉筷卸下来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组织再拿去一楼 所以我们把这面部 然后再把这面部放一楼 然后再拿来 然后再拿去一楼 切片较大 由于切片较大 一般第一个辣块 调整好,第二个辣块不再调这个水 在包滿的時候,我們盡量把它包到一個比較統一的位置 這樣我們修塊修完之後,我們下一次再 我們有鐵片的時候,我們不需要再去 怎麼樣調整,我們就可以直接找到這個位置 修塊還是一樣 我們下一次把它來看 我們要看的可以拿到這個位置 在這邊購買的位置 我們要看的,我們要看能力 小瓶,它要算是有尊重粉 我們在這邊,我們先用看 可以壓力 我們要來看看這個位置 對,應該把方向的為 我們能力都能,這一個好一點 因為旁邊的殊得 我們要先回去對,我們要先看到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正式开始切片 然后我们把刚才修好了 然后在那个冰河上浴了 装上了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要切片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好的一个刀位 然后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可以先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调到切片的状态 那么一般的切片三微米 然后到六微米时间 一般都是 那我们稍微修了一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移到新的刀口 进行切片 这个刀射不工地的 应该是比较旧了 那我们现在换一个新的刀 先去冰 装刀片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这刀非常工地 然后我们新的刀片统一移到一个位置 那我们在切片的时候 我们最好准备一台这种超声波霧化器 这种加湿效果非常好 那我们不用用嘴巴去哈气 进行那个加湿 这样的话 操作起来会比较方便 特别在大量切片的时候 会比较轻松 要不然的话这个 组织会很容易皱褶 然后又产生静电 然后会碎掉 那我们直接加湿 然后那种切片的效果 会比较好 那我们看到现在是 直接就出片了 所以 我不用怎么出油 因为我这些组织只需要一张片 所以我只需要挑一张就好了 那我们切好的片 我们先放到这个 冷水 就是常温的水就行了 如果斩片效果不好 我们可以加点酒精 那不然这里面稍微调整一下 那之后我们再把它移到 斩片机里面去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斩片机里面 全都是气泡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把这个气泡处理掉 然后 可以用些软的东西 用手带一个手套 或者拿一个纸 把它擦掉 或者这个气泡 它 稍微动一动 它就起来 那就会在那个 我们的片下面 产生气泡 然后 会影响我们的 切片的效果 然后把这个气泡处理掉 然后把我们的片捞到这里面 然后把我们的片捞到这里面 那通常我们设置这个 这个 捞片的温度都 一般会设置在40度 到42度之间 那么温度稍微高一点的话 它斩片的速度会更快 那么 通常我自己用的话 我会设在这个 42度 因为这样我只要放进去 那很快就长好 40度的话 太慢了 所以看个人的需求 我们现在41度 可以试一下 那我们先从这个冷水里面 把这个 切好这个片 拉起来 我们拉的时候 先把波片放到水里面 比较深的位置 然后用镊子轻轻的调整一下 这个 拉块 这个切片 然后轻轻提起来 这个动作一定要 清油一点 然后我们再把它移到这个就是水 那么一大支水里面也是一样 先把这个片慢慢放到水里面去 然后动作尽量清 然后用镊子轻轻的把它拉开 然后再提起我们的这个波片 然后让它展开 那这个时候最好有个台灯 我们会看到更清楚 像这样的话比较难看到是非常好的 那当它展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捞起来 那么捞片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捞一张 我们会尽量捞在 它在波片的这一侧面的一个中间 的一个位置 然后里面有一点水 我们可以滴一下 或者我们拿一点纸给它擦一下 擦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这边 稍微的一个 红片 那么这边的红片 纹度我们一般会是在52度 50度左右 然后我们这边稍微红衣会 有点干了 大概一两分钟之后 我们就把它收起来 不能放太久 那么放太久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下面全都是气泡 所以就不能用了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 就要拿一个盒子 再收起来 然后我们再进行烤片 那烤片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65度 烤它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马上去红色 那当然我一般都是烤 四五十度的状态下烤过夜 所以等一下我会拿一个盒子 拿一个盒子来把它装起来 然后整个盒子拿到烤箱里面去烤 烤到第二天 然后再把它收起来 然后红色的时候 我们再稍微加热一下 再去红色 那我们现在再示范一次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装上去 然后看一下它的状态 来到刀口的时候 我们就要观察清楚 这个时候我们要抱住这个 最好用这种 当然每个人的转轮的模式不一样 那我最喜欢就是这种模式 因为可以抱住它 然后我可以再控制很微小的一个力量 然后控制在一个很微量 很短的一个距离之类 然后我这时候可以观察到 我们这个蜡块是怎么做的 现在是比较靠前 所以我们稍微往后一点点就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刚刚好 所以我们只需要稍微修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切片 那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到 这个刀口其实是不好 这边是有一个刀痕 那我们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把它稍微移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会看到 这个片会自动下来 非常平整的一张片就下来 那如果你只需要一张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完成 如果你要连续切片多张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切多几张 那我们可以再继续切 那我们有切五张 那我们就连续切就好了 我们再继续切靠 然后在这里轻轻的把它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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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们放到水面的时候 我们又知道我们是这个 正面朝上就有正面朝上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边是正面的 反过来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来到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皱级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常温的水里面很轻易的进行展开 像一个初步的展开 那我们至于看到前面这两张稍微差一点 我们可以选的现在好一点 因为我们是联合爆买然后组织比较多 只是要挑一张比较好的就行 这样这种就比较好了 同样的把它拉起来 我们现在就拉起来 然后转到这边 然后转到这边 把这个漆里面 那我们现在看到已经长好了 然后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绕起来 然后把所有的水都插掉 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去动到这个 还在这里 稍微烤一下就好了 那这一片已经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收起来了 现在我们切完片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轮锁起 然后扫干净 然后把这个刷上去 把我们的竹子取下来 然后把这些清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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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最好把当片先卸上 然后把整个拆开 擦干净 那么任何一些蜡它都会影响到它的那个夹紧度 还有切片的角度的 清洗干净的话 影响切片的 那我们会仔细的把它清洗干净 那我们会仔细的把它清洗干净 扫干净 忘记隔壁哪个那个电锤缝 然后把这个松开 放干净 然后把这些扫干净 然后把这些扫干净 再转回去 那这个托盘呢 清干净就好了 那么切片就结束了 然后这台鸡水要从后面关电 就在后面 关一下就好了 就是这样就结束了